全球最焦点一早全之导 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9月14号 我是Seline 欢迎走进焦点快报 美西时间9月14号 根据多家媒体报道 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发表声明说 他将要辞去在北京三年多的工作 预计将会在10月份返回爱荷华州 将会加入川普在2020年的大选团队 据报道 随着中美关系紧张加剧 73岁的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 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他自己要辞职 他表示 我为我们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为我们的社区带来切实的成果而感到骄傲 我们的目标仍然是对美国的家庭 有意义的可衡量的结果 我们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我们不会停止要求更多的进展 那么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在9月14号 周一的时候也证实了布兰斯塔德的卸任消息 布兰斯塔德说他在上周的时候告知了总统川普自己的这个决定 并且在周一的一次会议上面告诉了使馆的工作人员 由于疫情造成的旅行限制 使馆工作人员的人数还在减少 目前尚不清楚政府是否能够迅速的行动 在川普的总统任期结束之前任命新的驻华大使 针对此次事件 国务卿蓬佩奥在14号也发表了推文 他感谢布兰斯塔德对重新平衡中美关系所做出的贡献 并表示这将会对未来几十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外国政策 产生一个持久并且积极的影响 但是对于谁会接任布兰斯塔德这个事情 蓬佩奥是知之未提 此前川普曾经暗示布兰斯塔德将会在他竞选的最后阶段发挥作用 而在布兰斯塔德的儿子他叫做埃里克 已经在为川普的竞选做准备了 那么川普在与爱荷华州共和党参议员叫做恩斯特的 这名议员通话时表示 他将会从中国回去美国因为他想参加竞选的工作 据悉布兰斯塔德此前在2017年6月份开始担任美国驻华大使 川普当时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布兰斯塔德州长几十年的公共服务经验 以及他与中国领导人长期的友好关系 使得他成为担任美国驻华大使是一名理想的人选 感谢您关注由Sunpower太阳能公司赞助播出的 加点快报 安装太阳能节省未来几十年电费 详情咨询909、939、5888 我们来看下一条新闻 关注一条 网传美国对华政策核心智囊 余茂春遭到家乡的于氏族人开除族籍的新闻 9月13日在推特上面有网友发帖说 近日在余茂春的家乡安徽 他们于氏一众的族人召开了声讨 余茂春汉奸的主题会议 列出了他六项的罪状 并且通过媒体对外宣布 开除余茂春族籍 并且被逐出他们的家谱 据了解余茂春自幼随着父母移居重庆 在安徽 但是他没有直系的血清 根据当地派出所的了解 他们也派出了户籍人员到场 监督这一次的废籍仪式 据称这条影片拍摄于9月6号 但是没有办法确认他的真实性 针对此事呢 有台湾媒体中央社就去询问了余茂春本人 那么中央社报道说 余茂春仅仅是用了一个网络的语言 叫LOL就是大笑的意思 来回应记者的询问 别的就再也没有提过了 那么公开资料显示 余茂春是美国国务院国务卿 政策规划办公室的 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 他也曾经担任过 《华盛顿时报》的专栏作家 就在美媒此前披露 川普政府对华政策推手之一 就是华裔学者余茂春之后 余茂春当时就受到 大量的内地媒体和网友的关注 更加有网友大骂他是大汉奸 那么此前根据香港经济日报的报道 7月份的时候 网川余茂春的母校 重庆永川中学 从他们的高考状元石碑上面 将余茂春除名了 我们现在也一起来回顾一下这段视频 据悉 余茂春是重庆永川中协的1979年文科高考状元 当年他考入南开大学 后来赴美留学 余茂春曾经被他的母校视为骄傲 将他的名字刻在校园的石碑上 下面我们来看一条TikTok的消息 根据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的报道 消息人士表示 字节跳动不会将他们在美国的业务 出售给微软又或者是甲骨文 字节跳动公司也不会将他们的原代码 卖给任何的美国买家 那么就在前一天 微软表示 字节跳动不会将TikTok的美国业务 出售给他们 微软在昨天的一份声明中说到 字节跳动今天就让我们知道 他们不会将TikTok的美国业务 出售给微软 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提议 一定会对TikTok的用户有好处 同时也能够保护国家的安全利益 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 援引了消息人士的报道说 随着TikTok美国业务的谈判 最近几天越演越烈 该社交媒体平台的另外一个竞标者 甲骨文正在占据上风赢得胜利 报道说甲骨文将会被选为TikTok 在美国的值得信赖的技术合作伙伴 不过中国环球电视网 从消息人士处获悉 字节跳动并不会将TikTok的美国业务 出售给甲骨文 截至发稿之前 字节跳动拒绝就此事发表评论 此前美国总统川普在上个月 以国家安全为由 被TikTok设定了一个最后的期限 就是9月15号之前 也就是明天了 一定要将TikTok出售给一家美国公司 否则他们在美国的业务 就会面临着禁令 那另外中国在8月底 也发布了修订之后的禁止 或者说是限制出口的技术目录 这也就意味着自己跳动 可能需要从政府那里获得一些许可 才能够继续向美国公司出售TikTok的业务 下面来看一条华为的新闻 台积电在9月14号正式停止 为华为代工生产麒麟芯片 这意味着此后华为的高端手机 或许没有芯片可以用了 计划他们在今年秋季上市的 华为Mate40手机 可能会成为麒麟的绝唱 华为或许会将与欧洲的企业 合作完成去美国化的产业链 预计乐观情况的话 一到两年之内可以完成搭建 到时候就可以突破成为 在今年5月中旬 华为海思芯片就遭到了 一系列的芯片禁令升级的问题 这意味着全球芯片代工的厂商 都有可能没有办法再继续帮助华为 代工生产芯片的产品 其中包括华为麒麟芯片 根据相关的市场调研机构 统计数据显示 在过去的4月5月份 华为成功超越了三星 取得了全球智能手机 销量第一名的好成绩 但接下来华为手机发展 或许会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因为芯片的禁令升级的问题 华为手机很有可能会失去 硬件差异化的优势 根据凤凰Wikily财经的报道 芯片缺货的问题 扰乱了华为手机的市场价格 批发商的价格显著上涨 目前华为的官方商城线上渠道 以及授权专卖店的价格 还是稳定的 但是有一些华为价格暴涨的文案 已经开始出现在多个 渠道上的朋友圈当中了 自8月中旬到9月初的时候 华为手机大部分的机型 都上涨了200元左右 不是百分之几 有的机型甚至一天之内 价格还连续上涨了两次 另外根据AI财经社的报道 今年8月中旬 当华为手机露出要涨价的苗头的时候 有一些手机的批发商和手机的店主 已经开始有意识的囤货 有批发商甚至囤货价值超过1000万的手机 预估它两周就可以赚回来300万 9月初有一些机型的缺货问题就开始显现 比较热门的机型经常都会断货 一名渠道商表示 华为以往都可以按需配货 而近期的供货数量减少了30%到40% 某个经销商认为 为了应对芯片断供的危机 华为在有意识的维持他们的最低供应量 保持品牌的热度 感谢您关注由Sunpower太阳能公司赞助播出的 加点快报 安装太阳能节省未来几十年电费 详细咨询909 939 5888 我们把视线转到台湾方面的新闻 综合联合早报以及中央通讯社的报道 那么中国央视旗下的央视频道 海峡两岸的节目主持人李鸿 在自己的视频当中说 台湾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 参加海峡两岸是求和 引发了国民党的不满 王金平在9月14号下午表示 他考虑不会参加论坛 并且要求道歉之后 大陆官方以及央视开始急忙灭火 海峡两岸的节目上周五 以及周六也是连续两晚灭火 相关的视频也已经下架 报道称主持人李鸿 在9月12号的时候已经解释 说他指的求和 指的是寻求和平 本意是为了促进两岸沟通与和平 他也强调涉事的表述 纯属个人言论 不代表官方 他同时也表示 衷心欢迎王金平要帅团 参加今年的海峡论坛 他相信王金平此行 有助于推动两岸交流合作 以及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但是国民党在9月12号下午 由文传会的主委王玉敏 大陆事务部的主任 左政东召开记者会 说明了立场 王玉敏表示 国民党立场非常清楚了 是不打算以政党的形式参加 取消了全团海峡论坛之旅 但是海峡论坛是一个民间交流活动 你个别人士还是可以用个人身份出席的 只是取消了国民党率团参加而已 那么王玉敏也表示 目前两岸关系非常的复杂 敏感 任何不当评论出现 双方都会受到伤害的 两岸应该对等 尊重的 有尊严的交流 未来国民党也会持续 为两岸交流对话努力 国民党也感谢两岸相关的单位 以及个别人士 在这一次交流活动所做的努力 也祝福海峡论坛顺利圆满 另外国民党的智库副董连胜文对此表示 希望这些无谓的风波 不会变成压垮两岸关系最后的一根稻草 那么海峡两岸过去的交流 如果有任何正面的成果 那一定都是经过海峡两岸 无数个人的努力而成功的 要达成一点点的成果 过程都是极度辛苦 但要摧毁这样子的成果 却是非常的容易 连胜文指出 海峡两岸都有所谓的鹰派 以及喜欢喊打喊杀 逞英雄的人 但真正为了两岸和平双赢 辛苦努力的人 却还要三不五时 面对这些言行 关注一条印度的新闻 根据印度新闻杂志独立报的报道 印度军队现在正处于高度的戒备状态 消息也是说中国方面已经动员了几千名的士兵 坦克还有炮弹都已经部署在印度拉达克东南部了 那么从8月30号开始 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在边境地区进行了军事部署 据印度一名政府官员说到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 印度的军队全部都进行了军事部署 这两个国家的部队和枪支部署都在射击范围之内 印度相关消息人士还说到 中国在边界部署了民兵小分队 为了巩固国家边界和稳定西藏地区 这个民兵小分队是由一些登山者 拳击手 当地搏击俱乐部的成员和其他人员组成的 大多数的民兵成员都是在当地长大的 一名高级的政府官员说到 民兵基本上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预备役队伍组成的 该军官还表示 中国民兵还开展了一些独立的行动 并且向解放军提供战斗支持和人力的补充 印度军队重申 如果中国军队采取挑衅性的军事行动 印度军队将会进行报复 还有消息人士说 在班公湖北岸 即使解放军部队继续占据了有利地形 印度士兵还是可以占据可以俯瞰其阵地的高度 在班公湖的北岸和南岸 他们是可以看到中国军队的动向以及车辆 此前印度和中国在拉达克东部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对峙 尽管他们也进行了几次对话 但没有任何的突破 僵局还在持续当中 最后来看一条新闻 美西时间9月14号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世卫组织在9月13号的时候表示 全球新增确诊的新冠病毒病例创下了记录 24个小时之内总病例增加了30万7930例 据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 增幅最大的国家是印度以及美国和巴西 那么印度在当天报告了 单日新增9万4372例感染病例 其次就是美国新增45,523例的感染病例 巴西也新增了43,718例感染病例 美国和印度均报告 在过去24个小时之内 新增超过1000人死亡 巴西报告了单日874人死亡 那么在全球新冠感染病例激增之前 世卫组织此前的最大的一个单日新增记录 是在9月6号的新增30万6857例 据路透社统计 印度现在每天报告的新病例人数 已经排在了世界第一倍 并且在上周创下单日9万7570例的全球记录 在印度的一些地区 现在他们的医疗条件非常的令人担忧 不过美国的新增病例正在呈现下降的趋势 比7月16号报告的 7万7千多例的新增病例的峰值 下降了大约44% 巴西的新增病例同时也是在下降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焦点快报的全部内容了 纵览全球八大社聚焦头条最看点 大家好我是Seline 欢迎收看全球新闻头条 那么今天世界八大通讯社都在关注 精心上面发现了外星生命的迹象 川普访问加州否认全球暖化等等的新闻 在关注这些新闻之前 我们现在快速的浏览一下世界八大通讯社的新闻头条 合众国际社访问加州了 川普呼吁要改善森林的管理 美联社川普不相信科学的无脑发言 惹怒专家 路透社地狱行星惊心上面 发现了外星的生命迹象 卫星通讯社普京说 他不接受毒药门的无端指责 共同社坚以为有意修宪否定派系 支持存在弊端 韩联社韩国抗体阳性率不到0.1% 群体免疫太难了 新华社习近平同德国欧盟领导人举行会晤 法新社欧盟要求中国要批准独立观察员访问新疆 来看第一条新闻 根据合众国计社的报道 9月14号今天 川普总统在加州大火当中 指责森林管理的漏洞 而州长纽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则将气候变化视为这场山火的主要因素 加州 川普今天前往了加州萨克拉门托 听取了一场大火的简报 那么这些大火已经造成至少35人死亡 在10个州烧毁了460万英亩土地 迫使数十万人撤离 川普表示山火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希望他能够得到尽快的解决 我们也正在向加州人民给予最大的支持 在这个两个小时的访问当中 川普总统参加了表彰加州国民警卫队的仪式 并且会见加州州长纽森 纽森在与川普谈话时就强调了气候变化的影响 那么川普随后在另外一名发言人在活动上面致辞的时候也发表了讲话 但是他质疑气候变化的长期影响 并且要呼吁相关的部门应该去改善森林管理 不过川普总统的发言引起了部分美国官员的批评 他们认为川普是在无视气候变化在大火当中扮演的角色 据美联社报道 周一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无视科学共识否认气候变化 在加州西海岸大火当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 并且再次重申了自己一些毫无根据的说法 他认为糟糕的森林管理才是加州山火的罪魁祸首 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失业以及社会动荡 川普竞选连任已经面临着重重的障碍了 而这一次的加州山火可能会成为川普连任道路上面的另一个战场 据悉川普现在正在北加州听州长纽森 以及其他州和联邦官员的山火汇报 会议中加州自然资源局的局长克劳福特强调 并且敦促总统川普 你一定要认识到全球气候变暖 以及他对加州森林的影响才行 那么克劳福特补充说道 如果我们忽视科学把头埋在沙子里面 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森林管理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成功的保护到加州的居民们 对此川普回应说道 但是天气很快就会冷下来的 并说我不认为科学知道答案 川普这些惊人的语言 引起了很多学者以及专家的不满意 科罗拉多大学的消防科学家 巴尔奇表示 川普将责任转移到森林管理者身上的做法 令人愤怒 并且说如果川普所说的森林管理 指的是砍伐森林的话 那这绝对是一个错误的解决方案 洛杉矶市长加西蒂也在CNN的节目上批评他说道 这就是气候变化造成的 但我们的政府却不愿意面对现实 据报道 川普和拜登在气候变化的问题上面的观点 以及他们对加州创纪录大火的影响上面 是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周一拜登在他的演讲中将川普称之为气候纵火犯 并表示加州 俄勒冈州和华盛顿的损伤 以及死亡人数正在不断的上升 美国现在需要更加强有力的总统来领导 美西时间9月14号 根据KTLA的报道 天文学家在金星临近的大气层当中发现了 只有在地球上面才存在的气体 零化氢 这再次暗示着金星可能存在生命 根据周一 今天发表在《自然天文学》的杂志上面 一项研究表明 夏威夷和智利的两架望远镜 在金星厚厚的云层当中发现了零化氢 据悉 零化氢是一种有毒的气体 由不需要氧气的细菌去产生 比如沼泽 湿地 污泥 甚至是动物肠道中的细菌 在地球上面的存在也只是与生命有关系的一种东西 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个结果是非常的诱人 但同时他们也表示 这好像并不符合已故天文学家萨根所建立的 非凡的主张需要非凡的证据的标准 天文学家寻找太阳系外行星上面生命的一个主要的方法 就是寻找只能够由生物过程产生的化学特征 称为生物特征 那么研究人员表示 在地球上面 零化氢只有两种形成方式 一种是工业方式 这一种气体曾经在第一次的世界大战当中被用作化学武器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由动物和微生物所形成的 这个研究的合著者伦敦帝国学院的天体物理学家克莱门茨表示 零化氢存在于池塘底部的淤泥当中 也可能是欢等等动物的内脏当中 甚至有可能与企鹅的粪便有关系 那么金星的环境很严苛 但是大气的某一层部分的气压与温度 却与地球非常类似 所以这颗星球一直都是科学家极为感兴趣的对象 不过金星大气也有匪夷所思的地方 它比地球大气层更加厚重和浓密 上层的大气中的云能够以每秒100米的速度移动 几乎是金星缓慢自转速度的60倍 而地球最高风速也只有自转速度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左右 研究人员目前认为 探测到零化氢尚无法作为存在微生命生物的有利证据 但可以证明金星上面可能发生着未知的地质 或者是化学的过程 基于此 他们认为有必要立即开展进一步的观测和模拟 寻找金星大气当中零化氢的来源 来看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 据克里姆林宫的新闻局消息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的时候强调 就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纳瓦尔尼的事件 凭空指责俄罗斯方面是不妥当的 根据俄罗斯新闻处的消息 这一次的通话是应法国邀请进行的 当天双方围绕着纳瓦尔尼一事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 法国方面的分析证实了德国方面的结论 就是纳瓦尔尼遭受了诺维乔克类的神经毒剂的袭击 马克龙强调俄罗斯方面必须要对这一起谋杀未遂案和肇事者的情况予以澄清 另外一方面普京则表示为了查清楚事件的真实情况 相关方面应该要向俄罗斯转交纳瓦尔尼的化验结果和生物样本 并且要与俄罗斯医生进行合作 双方在通话中表示他们愿意推进俄罗斯和欧洲就此事展开的协作 报道称纳瓦尔尼是俄罗斯知名的反对派人士 8月20号他在乘机前往莫斯科的途中突然间陷入了昏迷 随后飞机就紧急迫降在厄姆斯克 那么厄姆斯克当地的医生表示 他们没有在纳瓦尔尼的体内发现毒药的痕迹 此后纳瓦尔尼被专机接到德国接受治疗 9月2号的时候德国联邦政府表示 德国军方的实验室在对纳瓦尔尼进行毒理学的检测之后 发现他的体内有诺维乔克类的神经毒剂的证据 9月14号德国政府发布消息说 法国瑞典的实验室通过独立分析 证实纳瓦尔尼遭受了诺维乔克类神经毒剂的袭击 下面来看日本共同社的报道 当选日本自民党新总裁的官方长官菅义伟 在14号的记者会上否定他获得五个派系的压倒性的支持 会给政权运营造成影响这一点 并且强调说派系的弊端是完全不存在的 另外菅义伟就修改宪法表示 党已经决定了以四个项目为中心的修宪方案 他希望以总裁一职对这个议题发起挑战 菅义伟再次强调他将会推进政府数字化的数字厅 表明希望为修改法律尽快做好准备 另外菅义伟还表示他将会继续推进日本的政府改革 并且放松管制建立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内阁 还会提拔那些来自不同派系的具有改革意识的人 据自民党消息人士透露 菅义伟计划在周二的自民党领导层改组当中 保留自民党秘书长二锦俊宏和国会事务委员会的主席 森山洪 来看韩联社的报道 韩国防疫部门日前对普通的人群进行了第二轮的 新冠病毒抗体检测 结果显示在1400多名受到检测的人当中 仅有一个人查出了抗体 和第一轮的检测调查是一样的 阳性检出率不到0.1% 照此来看 没有感染新冠病毒的人群当中 几乎没有人产生抗体 而在不知情的情况底下 感染病毒并且自愈的隐性感染者也并不多 这意味着韩国没有办法依靠群体免疫这个策略 去战胜该国的新冠疫情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 发布了上述第二轮的新冠抗体调查结果 防疫对策本部6月10号到8月13号 从该国的首尔市、京畿岛、大秋市以及大田市、市中市等等 全国13个市道参加国民健康营养调查的1440个人身上采集样本 结果显示被采集检测的人当中 抗体阳性率仅仅为0.07% 作为对比 其实在国外的抗体调查中 美国纽约市的阳性检出率是24.7% 英国伦敦是17% 瑞典、斯德哥尔摩为7.3% 西班牙是5% 日本东京是0.1% 韩国防疫部门就强调说 在治疗药物或者说是疫苗问世之前 大家一定要继续严格遵守防疫规定 以遏制新冠疫情在该国传播 来看新华社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4号晚上 在北京同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总理默克尔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 他们以视频的方式举行会晤 中德欧领导人就中欧关系交换意见 为下一阶段的中欧关系规划方向 确定重点的领域 并且一致同意加强沟通的协调、合作 确保今后中欧之间一系列重大政治议程取得成功 共同应对全球性的挑战 实现互利共赢、推动中欧关系 迈向更加高的水平 中欧双方宣布要签署一个中欧地理标志协定 确认加快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实现年内就能够完成谈判的目标 那么习近平指出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 使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 正在站在新的十字路口 中欧作为世界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 越是面对这样子的形势 越要牢牢把握住相互支持 坚定不移地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为国际社会抗击疫情、恢复经济 维护正义 最后来看一条法新社的报道 欧盟理事会的主席米歇尔表示 在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电话会议上面 出于对穆斯林、维吾尔族人的人权保护 欧盟要求中国要批准独立观察员访问新疆 同时在这一场电话会议上 欧盟在香港问题上也表达了对于新的港版国安法的担忧 据报道 这一次峰会的焦点是贸易和气候变化 这一次会议原定于27名欧盟领导人进行面对面的会晤 但迫于新冠病毒的影响而不得不变为电话会议 米歇尔表示 我们要求让独立观察员进入新疆 并且呼吁要释放被拘留的一名 瑞典公民和两名加拿大的公民 9月14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 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之间的视频会议 也提到了香港问题 米歇尔表示 香港的港版国安法会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 欧盟已经用一种明确的声音做出了回应 认为应该听取香港的民主声音 维护他们的权利 据报导在6月份的另外一场视频峰会之后 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则表示 如果中国推动香港相关法律的实施 将会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后果 一个月之后 欧盟就开始限制 可以用于监视和镇压的设备出口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 详实深度 及时全面 每晚为您带来最新的焦点播报 大家好 我是Celine 今天是美西时间2020年9月14号 欢迎走进美西时间 每天下午6点播出的焦点播报 首先来看一条关于疫苗的消息 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知情人士透露 阿斯利康公司在美国的新冠疫苗实验 目前还是处于暂停的状态 目前美国正在对该疫苗 在英国造成的严重副作用形象 发生了一个展开调查 与此同时 该疫苗的其他试验 还在继续当中 阿斯利康公司在周六的时候表示 英国的监管机构已经完成了 对一名出现副作用的试验参与者的审查 该公司已经重启了他们在英国的试验 牛津大学也证实了 重启疫苗临床实验这个消息 并且表示 全球已经有1.8万人 在临床实验中接种了这一款疫苗 在这样子的大型试验当中 一些受试者出现不适 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研究人员也会认真地评估 每一例病例 以确保疫苗的安全性 然而美国方面却没有宣布 将会在何时恢复阿斯利康疫苗的实验 9月6号的时候 该公司与牛津大学研究人员 共同开发的疫苗全球试验 宣布要暂停一下 据知情人士透露 阿斯利康公司在美国的试验的新患者 和其他的试验程序 全部都会被重新安排 目前还不知道 也不清楚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够完成这个安全的调查 阿斯利康发言人也拒绝就此事发表评论 他只是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 该公司将会继续与包括FDA在内的 全球卫生当局合作 接受何时要恢复临床试验的指导 目前该公司在南非和印度试验的状况也不明朗 但在巴西的试验开始重启了 该公司没有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试验恢复时间 发表任何评论 FDA也没有对记者回复 置评请求 继续来看疫苗的消息 根据CNN的报道 全球最大的疫苗生产商 印度血清研究首席执行官 波纳瓦拉表示 如果新冠疫苗和麻疹 以及轮状病毒的疫苗一样 必须要注射两剂的话 全球将会需要150亿剂的新冠疫苗 至少需要4-5年的时间 全球每一个人才可以有疫苗 可以供他们注射 到了2024年年底为止 冠状病毒的疫苗还是处于短缺状态 他表示 制药公司也并没有迅速的提高生产能力 没有办法为全世界的人们 及时提供疫苗 据了解这家位于印度的公司 目前每年为170个国家和地区 生产15亿剂小儿麻痹症 麻疹和流感的疫苗 该公司与包括阿斯利康在内的 5家全球制药公司 合作生产冠状病毒疫苗 那么发言人波纳瓦拉 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 由于缺乏完善的冷链基础设施 如何将这些疫苗运送到 比如说像印度的14亿人口当中 在他们的手中是个问题 而且他对印度的疫苗分发 也是感到非常担忧 该公司计划要生产10亿剂 与牛津阿斯利康合作的新冠疫苗 其中一半的疫苗已经承诺会给印度了 那么该公司也和俄罗斯的 加玛利亚研究所合作生产 他们的卫星5号疫苗 根据波纳瓦拉的评估 外界都很担心欧美预购了大量的疫苗 可能会让一些发展中的国家 很难买到疫苗 来看彭博社的报道 TikTok在美国遭遇的运营风波 并没有影响到 字节跳动公司在全世界的 业务扩张计划 那么报道说 字节跳动准备把新加坡 作为在亚洲地区扩张的一个 前线阵地 在该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 据知情人士透露 总部位于北京的字节跳动公司 计划在未来三年 在新加坡投资几十个亿的美元 增加几百个工作岗位 并且会与阿里巴巴的蚂蚁集团 还有腾讯集团 一起申请一家数字银行的许可证 知情人士说 字节跳动公司在新加坡的扩张计划 包括要建立一个数据中心 目前他们在新加坡 字节跳动公司的主要业务 包括短视频应用TikTok的一个发展 还有主要面向 企业用户的软件公司 一个电商Luck 那么与此同时 腾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除了目前在马来西亚 印尼和泰国的业务 腾讯也将会在新加坡 开设新的办事处 根据他们交聘的网站 腾讯目前在新加坡 有几十个职位的空缺 包括跨境电商 云计算 还有电子竞技业务 另外根据彭博社9月14号的报道 阿里巴巴也已经斥资40亿美元 以完全控制总部位于新加坡的 电子商务平台来赞达 那么这个平台的目标 是到2030年 为东南亚3亿人口提供服务 今年5月份 阿里巴巴和它达成了协议 收购了新加坡AXA Tower一半的股份 价值大概是12亿美元 面对来自美国和其他主要市场的敌对情绪 中国的科技巨头们 现在正在日益转向东南亚的市场 这个地区将会作为他们的主要战场 资深的科技行业分析师 瑟琳表示 由于地理位置非常相近 新加坡对于准备开拓东南亚的大市场 并且寻找一个区域总部选址的科技公司 极具吸引力 这个国家的劳动力 受过高等教育 他们精通科技 也会说多种语言 我们把事件转到美国和香港的新闻上面来 美国国务院在9月14号 重新发布了一份旅行指导意见 他们要求美国人要重新考虑一下 你要去香港旅游的计划 新的指导意见警告说到 北京的港版国安法加大了赴港旅客 被逮捕 拘留 驱逐或者是起诉的风险 与此同时 美国政府还放松了 对美国公民复华的总体建议 他们原本在6月份调低了 不要旅游的建议 改为重新考虑您的旅游 据港媒《南华早报》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布的这份新的指南 取代了之前在6月份的一份通知 那么6月份的通知 建议美国公民前往香港旅行的时候 只需要加强警惕 因为那里还是有冠状病毒 以及一些当地的动乱等等 然而自从那个时候以来 在中国政府今年7月份实施了《港版国安法》 将分裂 颠覆恐怖主义和与外国势力勾结 等等一系列广泛的行为 定为犯罪的行为之后 华盛顿方面对当局执法的担忧加深了 香港最近发生了几起高调逮捕事件 全部都是援引了这项新的《港版国安法》 当局在追捕几名居住在香港以外的人的时候 也引用了这一部法律 其中还包括至少一名美国公民 美国国务院的新公告援引了《港版国安法》的 《域外适用条例》 警告说到 新的法律可能会使得公开批评中国的美国公民 面临着更高的被捕 拘留 驱逐 又或者是起诉的风险 根据这项法例 在某些情况底下 嫌犯可以被引渡回内地 内地政府还在香港设立了一个办事处 监督当地的政府他们的法律执行情况 另外 美国国务院还重申了一项警告 说北京正在带头错误的指责美国公民 在香港煽动骚乱 在美国国务院上调了对香港的具体指导意见的同时 还略微放松了对中国大陆的总体建议 那么下调了6月份的不要旅行的警告 改为重新考虑旅行 据美国媒体福克斯新闻报道指出 那么报道指出 鉴于中国仍然对试图进入中国的美国公民 还是实施着旅行禁令 美国政府下调对中国旅游警告的决定 其实在一定的程度上面是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今年8月份 中国政府其实放宽了 其他一些国家的一些旅行禁令 将它们列入白名单 但是美国没有在上面 美国是除外的 香港目前也是禁止非香港居民从中国大陆 澳门又或是台湾以外的任何地区乘飞机入境 美国国务院在最新发布的这份 复华旅行建议当中 继续警告那些计划前往中国的人 他们会受到没有正当法律程序的出境禁令 中国政府官员此前说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 并且转而批评说 中国公民在进入美国的时候才会面临审查 今年7月份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在被问及到出境的禁令的时候 他表示 任何外国公民只要你遵守中国法律和法规 我们都没有理由担心自己的安全 下面来看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印尼外交部在当地时间9月14号 就一艘中国海岸警卫队的船只 闯入印尼专属经济区停留了两天的事件 向北京提出抗议 这一起事件发生在印尼的纳图纳群岛附近 这一艘中国海警叫做CCG5204船 周六在纳图纳群岛附近的海域被发现 直到周一才离开 印尼将纳图纳群岛周边地区 视为印尼的专属经济区域 享有在该区内自然资源的专属权 还有其他的管辖权 印尼外交部发言人法扎萨表示 事后 印尼外交部已经和中国驻亚加达的代表联系 并且要求旧事件做出澄清 印尼海事安全局说到 事前他们曾经与该渔船取得了联系 中国海警船的答复就是 他们正在九段线地区巡逻 但其实印尼拒绝承认九段线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九段线 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的公约 法扎萨就说到 印尼专属经济区与中国所属的海域之间 没有重叠部分 印尼国防与战略研究所的研究员柯林说到 这个事件对印尼构成了挑战 并说到 这个时间凸显了印尼面临的持续存在的问题 就是中国拒绝根据九段线 对在南海的反对主义主张做出宽容 而且该九段线已经在2016年裁决当中失效了 那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群岛 印尼始终在努力防止外国的船只 在其水域从事渔业捕捞 那么拒止印尼每年因此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今年1月份 中国渔船在一艘中国海警船的陪护底下 进入该海域 印尼曾经派遣战机飞越该地区上空 发出警告 最后我们来看一条中国方面的新闻 北京时间9月13号 根据多家中国媒体的报道 中国在内蒙古推行汉女教学 引发当地不满之际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中国官媒央视的新闻联播节目 9月12号换了一位蒙古族的女主播保晓峰 保晓峰在下播后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原本以为自己不会紧张 但没有想到片头曲响起之后 手心都冒汗了 据报道 女主播保晓峰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号特市 她是蒙古族人 2001年她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 毕业之后进入中央电视台工作 曾经主播过亚洲报道 新闻早八点 媒体广场以及新闻30分等等节目 2020年9月12号 她首次与男主播刚强搭档 担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的节目主播 北京时间9月12号晚间 央视新闻官方微博发布了保晓峰的采访视频 保晓峰在下播后表示 本来以为我不会紧张的 但是当片头曲响起的时候 我的手心还是出汗了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焦点播报的全部内容了 每日市场动向 时时一手掌握 你好 2020年9月14号 我是Steven 欢迎走进财经焦点 节目开始 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经济相关数据的走向 首先来关注一下美股方面 美股方面截至收盘 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上涨1.18% 收于27,993.33%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87% 11,056.65 标普500指数上涨1.27% 再来关注中国股市方面 上涨指数上涨0.57% 3278.81 深圳城指上涨0.61% 13,021.99 创业板上涨1.42% 2572.60 再来关注世界其他主要股指 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56% 24,640.28 日经二五指数上涨0.65% 23,559.30 英国富士100下跌0.10% 6626.25 德国戴克斯指数下跌0.07% 13,193.66 再来关注一下期货方面 布伦特原油下跌0.55% 39.61美元每桶 纽约原油市场下跌0.19% 37.26美元每桶 黄金期货上涨0.27% 1943.00美元每桶 大豆期货上涨了1.37% 已经到了1019.25了 再来关注一下外汇方面 美元对人民币6.80 日元对人民币0.064 欧元对美元1.1866 再来关注比特币市价 今日上涨3.73% 目前是10693.42美元兑换一个比特币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 再来在今天美国股市涨幅榜的前五名股票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美国股市跌幅榜的前五只股票 了解完了今天的经济数据之后 我们现在就有请中文投资网的股票分析师 Brandt来对今天的美股走势进行一个分析来麻烦到播 嗨大家好 我是中文投资网的分析师Brandt 那今天呢 我继续给大家做一下收盘的总结 我们看到今天的美股三大指数 迎来了一个非常大幅度的反弹 这个反弹呢 其实并没有什么消息层面的推导 我们在周末的时候 当然我们看到疫苗的这个事情呢 还是在循序渐进的 在发展过程当中 我们也看到Ivanka川普的女儿呢 是直播进行了一个疫苗的接种 那市场还是比较开心的 因为你当然你有疫苗的出现 肯定就会对大家未来的这个出行起到提振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很多的零售啊 消费啊公司都涨了 当然今天市场上涨呢 是基于所有的这些产品 应该是都在往上涨的 是个股票 我看今天基本上都是在上升的一个节奏当中 道琼30呢很少有下跌的股票 整个纳斯达克100 在晶片板块的带用下呢 表现的非常强势 那晶片板块很强势 主要是因为这个NVIDIA 它从软银手中购买了ARM的这个公司 继续丰富了自己在半导体行业的 这样一个龙头性的地位 所以呢 整个今天NVIDIA的股票呢 是大幅度的上涨 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FANG里面 今天纳斯达克涨的很多 可是呢 如果我们细看一下内部结构的话 你会发现纳斯达克里面的 尤其是FANG这几个股票 Facebook 亚马逊 Netflix 这些产品 他们是比较弱势的 包括Netflix 它之间都是一个下跌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 科技股虽然很强 但是大家一定要有选择 而且大家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面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期权的损耗性特别严重 今天有很多的股票 它都是上涨的 可是期权确实在下跌的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呢 就代表市场的imply volatility在下滑 市场的波动性在降低 那么波动性降低 就代表大盘应该是步入到一个温和的整理上涨的阶段 它不应该会再出现暴涨或者暴跌的现象 这是期权上面给我们反映的一个信号 那我们都说平常我们在交易的时候是没有确认性的东西 说啊这个东西出现就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呢这个东西如果出现的话 我们要知道 哎呀市场可能会没有波动型的行情 变成了一个缓慢的上涨或者缓慢的下跌的一个走势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啊 所以呢呃我觉得最近道琼斯和标普 大家已经看到下方形成了一个双底 在30分钟图形上面 只要保证住星期五的那个低点不再跌破 市场应该可以温和的呃反转回去 所以我们还是继续关注道琼斯创新高 那么道琼斯里面的股票 比如说哈尼卫 刚刚加入到道琼里面的哈尼卫 然后呢或者说是可口可乐 耐克这些公司呢 还是都是非常好的 大家如果是想要去做呃一些呃短期的中期的市场吧 大家还是多多关注一下道琼斯的一个成分股 那么纳斯达克这边呢 就像我刚才讲的 我们看到了科技权重们的一个弱势 所以大家就尽量也别往上去靠拢啊 我们今天看到波音涨幅非常非常的厉害 那么除了波音之外呢 还有航空航空类的公司表现的也确实是非常不错啊 呃短线的角度上 我们这边看到的AAL美国航空 达美航空DAL 还有这个西南航空LUV 我们发现他们在30分钟图形上面都呈现了一个向上突破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在30分钟的格局呢 这些航空股应该是有机会往上涨的 之前有观众不太了解 说我们说的这个级别 什么是30分钟啊 什么是日限啊 什么是周限啊 其实这是一个股票交易的级别 很多很多的 我看我们的观众呢 他们来问问题 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啊 全世界人问的最多的就是苹果和特斯拉能不能买 这个时候呢就牵扯到一个级别 你的交易是要交易一到两天 还是要交易一到两个月 还是要交易一到两年 因为你站的角度不同 所以你问出来的这个问题 得到的答案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那比如说我们说到30分钟的级别 就证明我们对于这个股票来讲就是短线交易 也许是日内交易 也许是一天的交易 也许是两天的交易 这才是基于用30分钟的图形来看 如果你做的周期是一年往上的周期 那你看30分钟的图形就没有意义了 或者大家呢 如果要是做短线交易的话 你去看它的周线图啊 看它的月线图 这都是没有用的事情 这个交易的级别已经要注意好 那就跟我们大家平常去 当然这个交易的级别还要再细分 每个人的交易级别短线 它都不太一样的 就跟经常会听别人讲说 加盐少许 酱油适量 那这个少许和适量 是不是就很难拿捏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级别的问题 你到底你是做了多少的饭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大家要先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清楚 你的交易呢才可以 才可以真正谈到 你有自己的交易体系 如果你真的就是一个稳定的投资人 想买点股票 放到那个地方 稳定的增长的话呢 大家还是多看看 纳斯达克100里面的股票 纳斯达克100 道琼30 对大家来讲 对于投资的角度上 已经足够实用了 好 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节目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Brent 在这里呢 我们要特别的感谢一下 我们的赞助企业 北美良好行业 领导者 greatnumber.com 北美良好网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现在马上来看今天的财经资讯 一个多月过去了 闹得沸沸扬扬的TikTok风波 终于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硅谷老牌云副公司甲骨文 证实已经与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 达成了有限的交易协议 下一步将等待美国政府的批准 川普政府基于TikTok协议达成的最后期限 是在9月20号 TikTok与甲骨文也是正好赶在禁令 生效期前的几天达成了协议 但是新的问题是 即便TikTok已经有限的卖掉了 政府的禁令还是有可能躲不掉的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一下 川普政府发出的抖音禁令 到底都有些什么内容 川普政府在8月6号颁布行政命令 旨在禁止任何美国公民或者组织 在9月20日之后 与TikTok进行商业往来 但是专家表示 川普政府对于如何执行这一禁令的解释 是十分的模棱两可 令人困惑的 8月6日的禁令写明的是 禁止所有与TikTok的交易 这个交易的范畴就涉及到了 从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应用程序 到在抖音官方的应用平台进行下载 到处理JTok员工工资的任何事情 但是禁令没有 却根本没有说明禁令的具体范畴 到底在哪里 专家表示 具体的措辞太宽泛了 导致其实禁令对这款应用的日常使用的 实际影响并不明显 尽管该命令指示商务部明确哪些交易将被禁止 但是商务部在禁令生效之前 预计并不会出台进一步解释 原因就是 这将导致美国商务部会被当前与TikTok 有商业往来的企业或个人告上法庭 目前一名美国TikTok的公司员工就已经 就该问题起诉川普政府了 称命令的含糊可能威胁到他获得报酬的能力 该顾员也要求法院做出终止行政命令的决定 这决定最早可能在明天 也就是本周的周二做出决定 另外国家安全专家表示 仅仅因为TikTok在本周与甲骨文达成了协议 并不能保证TikTok就能幸免于难 因为对于很多的交接问题 在距离最后期限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里 甲骨文和TikTok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 不可能有时间来完成所有的交割工作 因此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前成员艾曼米尔就表示 目前尚不清楚政府是否会为了交割推迟执行禁令 根据川普8月14日签署的第二项行政命令 任何出售或转让TikTok的交易 都必须得到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批准 这一命令还要求TikTok在完成交易前等待10天 从他告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有关商业协议开始 但是即使TikTok在周日已经提交了通知 距离川普9月20号的最后期限还没有10天了 另外消息人士向CNN证实了甲骨文的此次交易 其实并不是直接出售TikTok 甲骨文确认仅成为了TikTok在美国的技术供应商 但川普的第二项行政命令明确要求 TikTok必须从字节跳动被完全出售 前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官员布罗德曼就表示 资产剥离通常意味着所有权的改变 那目前TikTok的非直接出售交易 是否符合资产剥离的要求是一个问题 而更让人困惑的是 川普8月14日的第二个行政命令 给了TikTok更长的时间 让他在11月中旬之前找到买家 并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达成协议 这就增加了一种可能性 就是即使TikTok不能及时完成与甲骨文的交易 以满足9月20日美国对其的禁令 美国当局还是可能会实施禁令 但是却会额外的允许TikTok 以某种有限的方式继续运营 直到协议最终敲定 因此禁令的实际效果到底是什么 就无从得知了 世界第四大富豪特斯拉的CEO马斯克 近期怼了世界第二大富豪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 但并不是嘲笑微软与从TikTok的收购案中出局 而是为了另一件事 比尔盖茨近期在博文中对电动卡车的前景表达了担忧 而上周末 马斯克则在推特上表示 他认为盖茨根本没有头绪 盖茨在博文中具体谈到了他对电动汽车的想法 对电动汽车作为长途卡车的可能性表示疑虑 原因是所需电池会巨大而且笨重 盖茨写道 即便在电池技术方面出现了巨大突破 电动汽车也永远无法成为半挂式卡车 货船以及喷气式飞机的解决方案 电动只能在短途用得上 而长途重型卡车需要其他的解决方案 盖茨给出的解决方案包括生物燃料等便宜的替代能源 认为这是商业车辆的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 而去年特斯拉揭晓了自己生产的首款电动汽车皮卡 Cybertruck 批量生产预计从明年的下半年开始 显然马斯克对盖茨的评论是不屑一顾的 当然其实这已经不是两人第一次的公开交锋了 今年2月马斯克在推特中就写到过 他认为和盖茨的对话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而早前盖茨在一个采访中也提到了 他购买了一辆保时捷的电动车 而并不是特斯拉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的股市 因为由于盈利前景的改善速度 快于华尔街的预期 摩根大通报告表示 这一趋势将会推动标普500指数 在今年年底前再次创出历史新高 在科技股提振下今天美股全线上涨 从连续两周累计下挫中迎来反弹 道指开盘涨朝300点 标普500指数涨了1.7% 纳斯达克指数开盘涨2.2% 而摩根大通的报告也重申了标普500指数 在2020年将达到3600点的目标 这也意味着该指数将较当前水平上涨6% 摩根大通在上周五的报告中也写道 由于美联储的政策支持 全球股市重新开市 以及科技股的长期走势 标准普500指数的收益回升将会超出预期 科技股对标普的反弹是尤为重要的 尽管科技股刚刚摆脱了连续多日的下跌 但它们仍显示出相对不受 新冠病毒的经济影响 摩根大通表示 科技公司第二季度的利润 帮助抵消了整体的收益疲软影响 而且在其他公司迎头赶上的时候 这一趋势可能会继续下去 摩根大通补充称 包括货车装车辆和私人住房许可 在内的先行指标继续成上升趋势 预示着经济将出现增长 摩根大通预计 随着需求反弹和利息成本下降 标普500公司的利润率将在2021年下半年 完全从病毒冲击中恢复 标普美股盈余将在今年年底达到136美元 2021年达到170美元 超过各自的普遍预估130.19美元和166.39美元 但是我们还需要关注到的是 即将到来的美国的总统大选 这也应该是当前美国股市最大的风险了 因为每届潜在的总统任期 都会伴随着新的政策变化的不确定性 这些不确定性可能会拖累投资者的情绪 同时缺乏另一项刺激方案 来弥合新冠病毒感染的滑坡 也可能会抑制市场的反弹 再次感谢北美量号行业领导者 GreatNumber.com 北美量号网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虽然说近期美国股市起伏动荡 就业市场仍然是比新冠 使美国陷入衰退前更糟糕 但是美国经济仍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亮点 就是房地产市场 由于利率创历史新低 抵押贷款申请正在上升 美联储计划在可预见的未来 将利率维持在接近零的水平 这将使得融资变得更加的容易负担 CNN商业频道与穆迪分析公司合作 创建的CNN商业指数就显示 在住房方面 低利率是房屋销售和房价 持续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新冠病毒的爆发 促使大城市的许多人不再住在城市公寓了 而是转向在人口密度较低的郊区 购买更大的房子 当然房价上涨 也是人们离开昂贵的城市社区的 另一个主要原因 Ratfin的报告就显示 全美整体房屋销售价格 较上年同期上涨13% 至近32万美元 创历史最高纪录 更重要的是 最近的城屋带完成销售和新屋上市数量的增长 达到了201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西海岸的房地产市场尤其火爆 根据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分析公司 Marius Research的数据 在7月份 凤凰城 丹佛 拉斯维加斯 加州 萨克拉门托和Riversite的新房价格强劲上涨 不过在某个时候价格可能会变得更高 建筑商们其实是希望这个炙热的房地产市场 能够稍微降温的 因为土地是一种宝贵的有限的商品 建筑商们目前正在关注卖掉手中土地的速度 很多建商也会故意的放慢销售速度 因为房价上涨的如此之高 就令房屋市场目前对首次购房者是很不友好的 而2021年房价增长可能会放缓 但是即使如此 高房价仍将继续的让购房者的担心 他们的负担能力 不过提到物价的话题 8月份美国的整体物价水平的增速环比放缓了 但是二手车的价格环比飙升了5.4% 美国劳工部在9月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8月份美国消费价格指数CPI环比上涨0.4% 其中二手车价格创51年来最大的环比涨幅 分析人士认为新冠疫情在美国蔓延 导致大量新车无法正常下限 也是推高了二手车价格的主要原因 另外数据显示 由于能源产品价格涨势放缓 8月美国CPI环比增幅不及6月和7月的0.6% 但当月二手车价格大幅上涨5.4% 家居 装修和床上用品价格也明显上扬 此外 在截至8月的12个月里 美国CPI涨幅为1.3% 除去能源和食品价格的核心CPI上升1.7%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8月27号 在全球央行年会上宣布了 美联储对货币政策框架的重沽 即有关长期目标和货币政策战略声明的更新 其中包括两项里程碑式的改革 一个是美联储将正式引入平均通胀目标 鲍威尔的表述为美联储寻求在一段时期内 令通胀平均达到2% 因此在通胀持续低于2%一段时期之后 货币政策将寻求令通胀保持在略高于2%以上的一段时期 也就是说 如果通胀水平长时间低于2% 美联储将采取更加激进的货币政策 即使矫枉过正 也就是导致这个通胀超过了2%了 那么也在所不惜 第二点就是美联储对于就业市场评估标准 也做出了调整 利率政策将参考就业人数 与最高水平的差距 而不是与最高水平的偏离 也就是说 美联储将更加重视在就业不足时 刺激就业市场 而在通胀不高的情况下 就业可以在其最高水平 甚至更高水平上运作 而不引发美联储的升息动作 日本软银在当地时间9月14日宣布 将旗下的英国芯片设计公司ARM 出售给了美国的芯片巨头英伟达 传出此次收购消息之际 中国企业华为正遭受着美国的多轮打压 而ARM与华为合作的关系非常密切 ARM成为美国控制的企业之后 华为在芯片方面不排除 会进一步的陷入被动 软银将以逾400亿美元的现金加股票形式 将ARM出售给英伟达 这将是芯片行业有史以来最大的并购交易 这笔交易也将使得软银成为英伟达的最大股东 而根据协议 英伟达将为这家总部位于英国的芯片公司 支付价值215亿美元的英伟达股票 以及120亿美元现金 其中包括签约时即可支付的20亿 交易完成后 软银预计将保留ARM不到10%的股份 此项交易上需获得中国、美国、欧盟和英国的批准 预计监管审批可能需要长达一年半的时间 这笔交易对于中国的半导体企业 特别是华为而言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如果英伟达收购了ARM 也就意味着美国将牢牢控制着半导体的上游 ARM目前有20%左右的收入是来自中国的 根据中国的证券公司 东吴证券计算机团队表示 英伟达收购ARM 会导致美国对中国芯片行业的限制能力更加提升 而此前中国国内的海思飞腾等 均获得了ARM的V8指令及授权 并在此基础上自行的设计CPU 如果英伟达成功的收购了ARM 那么ARM可能会受到美国禁令影响 中国厂商能否继续获得升级版的指令及授权 存在较大变数 美国政府对华为的新一轮禁令 将于9月15日正式生效 在此之前曾传出ARM宣布要与华为停止合作的消息 而ARM公司拥有的架构技术 是芯片制作的必要技术 如果失去这项技术的使用权利 华为就不能完成自有的麒麟芯片的研发生产了 不过华为拥有V8的永久使用权 可以通过对V8的升级来解决芯片制作问题 但是当ARM升级到V9时 华为就会面临冲击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财经快讯 社交媒体巨头Facebook正在奖励那些 在11月总统大选前能够远离自家 Facebook平台和Instagram的用户 为了研究社交媒体对投票的影响 Facebook将向部分用户支付高达120美元 只要他们能做到从9月底开始 不登陆Facebook或者Instagram账号 Facebook公司发言人上周表示 将会奖励那些参与调查 或者在一段时间不登陆Facebook 或者Instagram账号的人 奖励前这是做这类调研的标准程序 预计这项调查样本将在20万到40万人之间 Facebook将选择有代表性的 能反映美国成年人口多元性的样本 参与到这项调查中 一些潜在参与者将在Facebook 或者Instagram收到邀请通知 研究结果预计明年发布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寿文 在当地时间11号介绍说 深化北京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工作方案 近日获批 方案允许外商投资国内互联网虚拟专用网业务 但所占股比不超过50% 海外电信运营商可以通过设合资公司的方式 为在京外企提供这项服务 综合媒体9月14号的报道 紫光集团的前身为清华紫光 是中国政府重点支持的半导体公司之一 然而该集团近期却传出债务危机 长债压力大增 对此紫光集团发布声明指出 关于债权银行将成立债委会为市场传言 并强调各期债务都正常按期兑付 整体经营稳定 营业业务发展良好 紫光集团2018年发行规模达10.5亿美元 2021年到期的美元债 每一美元面值的交易价格 已经从8月19日的高点0.889美元 下跌到0.68美元左右 跌幅超过两成 2020年3月底 这笔美元债每一美元面值交易价格 一度曾跌到0.548美元 之后受紫光展瑞股权转让项目完成 紫光集团拟增资引入战略投资人等激励 该美元债交易价格回升 但8月下旬又是一路走跌 此外紫光集团发行于2023年和2028年到期的美元债交易价格 本月也出现了30%左右的跌幅 中国商务部网站9月14号的消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于2020年7月17号 收到了江苏宜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达化学有限股份有限公司 和珠海仪达化学有限公司代表中国国内相关乙二纯和饼二纯的单丸基迷的产业正式提交 反补贴调查申请 申请人请求对原产与美国的进口相关乙二纯和饼二纯的单丸基迷的进行反补贴调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第16条规定 2020年8月27号中国商务部就有关反补贴调查事项 向美国政府发出磋商邀请 并于9月10日与美国政府进行了磋商 根据上述审查结果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第16条规定 中国商务部决定自2020年9月14日起 对原产与美国的进口相关乙二纯和饼二纯单碗基迷进行反补贴立案调查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中国商务部对原产与美国的进口相关产品进行调查以后 本次调查确定的补贴调查期为 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产业损害调查期为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在洛杉矶生活租房子找工作买买二手商品 就上洛杉矶华人资讯网产理心LA.com 如何发布信息呢 进入网站首页选择华人论坛 进入租房工作二手板块 点击发布新帖就可以免费发布了 每日市场动向实时一手掌握 我是Steven财经教练 我们明天再见